中文字幕——YK 有最坚强的客座主持群 我们不怕你大声 就怕你不发声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宛如 我是小野 好 在今天呢 3月27号星期一 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小野老师一起来聊故事 而在今天的故事 谈什么样的主题呢 其实跟我们的听众来信 有很大的关系 很热心的听友叫瑶瑶 那她第一个月的时候 call in进来 我们送了她一本书 也就是老师您的 第一百本著作 一直撒野 那瑶瑶收到这本书之后 就觉得好喜欢 于是她就用口述的方式 在空中跟大家分享 书里头的内容 之后呢 就有些听众朋友 就对其中一段感到很好奇 就是小野跟她的好朋友 吴念珍之间的关系 依依她的来信是说 他们两个老友的关系 相互关心 有时候呢 又会互相诋毁 他们的爱恨情仇 真是挺有意思的 想请老师来谈一下 其实说到 小野老师跟吴念珍 最近就有一个新闻上了版面 我们今天则是要 好好花一点时间来谈 因为又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 会在舞台上呈现 对 那个作品叫做 吉末光棍船 吉末光棍船是一个 绿光的一个都会剧 每年都会推出一个都会剧 今年他们突然一想天开 可能就是因为 那个两个编导 大概都是五十六七岁的 他们很早就读过 我早期的书 我差不多二十二岁的时候 二十二三岁写的一些小说 真的好早 他们很喜欢其中几片 包括说什么棉花糖的滋味 光棍船 就是讲一些年轻人的爱情 还有是梦幻的 然后他读过之后 忽然在想到说 最近吴念珍 在两三年前出了一本 非常轰动的书 叫做 这些人那些事 然后他们就想觉得说 他讲的都是中年人的故事 我讲的都是二十几岁的 如果把几个角色 加在一起 比如说 前面用我的 前面用我那几个年轻人的故事 中间有一条线是 棉花糖的滋味 是一个作家 跟一个读者的故事之外 另外三个人 用吴念珍三篇故事 把他当作是长大以后的故事 忽然觉得这样非常巧妙 吴念珍那本书很有趣 是每篇都差不多一千两百字 非常适合那个舞台剧 或者电影的一段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长梦 一个叫做重逢 一个叫做寂寞 他都讲一个简简单单的心情 正好是中年人的心情 所以就把这六篇小说 混在一起 变成一个叫做寂寞观棍船 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 小语老师 二十二岁的作品 跟吴念珍六十多岁的故事 怎么样加在一起 搬上舞台呢 这是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请小语老师来谈 这一处舞台剧里面到底在描述些什么呢 怎么样把二十二岁跟六十岁 两种不同的人生脉络 集结在一起 等一下再请小语老师来聊 好 大家好 我是作家小野 今日起每周一晚间 九点到九点半 我在中央广播电台 二十一点听台湾 一直撒野 与您见面 跳脱一成不变的生活 让生命多一分想象 欢迎收听 一直撒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礼拜一的一直撒野 我们在今天要来听听小语老师 二十多岁撒野的作品 宛如自己手上也有一本的永之生 哇 我看到前阵子 小语老师跟吴念珍两个人在开记者会上 说的挺有趣的 首先说到永之生 二十二岁就写了 然后卖了好几本 那个本书很难去推 因为换过好几个版本 是 这么多年前的作品 跟吴念珍这些人那些事 两者的结构怎么去让编导 张脑筋把他们角色都融合在一起 编导本身就是看到 我的这部分是讲二十几岁的人 刚好大学生 他们就设定有四个角色 这四个角色正好就是我 冠棍船里面四个人 四个男生 然后都是单身 为什么叫冠棍 因为我们那年代叫冠棍 就是单身 现在叫单身 然后四个单身的大学生 组了一个社团 开始讨论怎么谈爱情 当然都是那种年轻人很有兴趣的 然后这四个里面后来有一个 成为作家 可是作家不久又改样成为一个 政治人物 变成了名嘴 后来就死了 很早就过世 他们就为了这个同学过世 另外三个人来祭拜他 在祭拜的时候 等于是个小型同学会开始回忆 他整个剧好像就是从 现在 现在是 同学相遇 有个同学已经过世了 是他年纪才四五十岁 然后在那样的场面中开始回忆 吴念生的故事正好是讲很多中年人的心情 比如说吴念生有一段是讲 长梦 就讲一个女生 收到一个男生的情书 收了一百多封 一直希望他跟这个男生 可以有一天在异国重逢 结果这个男生给他的信非常感性 充满烂般的词汇 然后可是那个男生后来没办法出国 就留在台湾 就成为一个作家 然后这个女生就因为他是学商的 到国外去念书 然后念完之后 一直希望跟他在异地重逢 就有一天收到一个复文 他这个复文就是我们故事开始 那个学生 那个同学死掉 在回忆的那个过程 他参加那个 收到复文的时候哭个不停说 这个男生给他那么一百多封信 实在非常烂漫 他就是一辈子守住这个爱情 觉得他心中已经没有别人 告别式的现场 看到有一本书是他太太 他留给他太太的一本情书 他一番每个字都一样 那一百封信完全一样 然后外面又有一个女生 跟他讲说 这个我也接过 换句话 这个所谓的作家 他后来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就是用那一百多封信 骗了很多女生 然后一个梦就过 就醒了 这样缠梦 然后他就把这一段 就接到我那个四个男生里面 有一个豪华公子 然后也成为一个作家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就这样接 把这段接到我 其中有一个故事里的一个男生 那这个男生原来当然在我故事里根本还没发展 就是他只能爱追女朋友 花言巧语这样 那他的接法就是 另外两段也是 一个是讲寂寞 讲一个男人非常寂寞 一个讲重逢 就是都是跟一个女生 以前谈恋爱 后来分手 有一次在计程车里载到他 那个讲重逢 在计程车里载到的客人 就是他以前的前女友 可是已经事隔一二十年了 前女友正在讲个电话 这个司机很不希望他看到他 因为他觉得自己心情也不对 什么都不对 但那些有负于他 然后在这种场合 好尴尬 他竟然载到他 就很想把那名字遮掉什么 一路上就听到他在讲电话 听到那个女生在跟另外一个人在吵架 电话讲 这一路上其实就是讲这个女生 后来人生发生什么事情 在电话上跟他对话中全部讲掉 不是故意 就刚好说 下车的时候 这个男的低头 赶快把他钱收一收 然后就希望他没有认出他来 其实这个女生从头到尾 一上车就把他认出来 下车后悄悄车窗说 这么多年不见 打一声招呼吧 这个叫做重逢 那他又把这段摆在我的某一个人 所以他其实很巧妙的把 吴念真那本这些人那些事的三个故事 三个故事摆在我的那个四个人物里面的三个 他有一个人物就是应该是里面的我自己 后来成为一个作家 一个读者 有个叫棉花糖的滋味 那篇就是讲一个作家变一个 被一个读者吸引 那个吸引一个少女写信给他说 他很崇拜他 可是他最近身体很不好 要考虑很考 然后得了癌症 他就把这个女生当作是一个 他全部的爱情就放在这个读者身上 以为他得了癌症 开始寄毛衣给他 寄所有宝贝的东西全部寄给他 到了最后忽然没有信了 以为他是死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下到高雄去找他 结果一下高雄按照地址找到 是一个欧巴桑在扫地说 不是在扫地 他说请问有没有一个叫秦菲菲的女生 他说那我女儿啊 他最近考联考啊 他说那还好吗 他说他在跟一个作家开玩笑啊 他在跟作家开玩笑 骗他说癌症 搞不然他被戏弄了 四个二十年之后 我又写了另外一篇叫做 我就是那个秦菲菲 就是后来这个小女生长大了 成为一个医生 他也真的得癌症了 他就写文献给作家跟他道别 说当年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那个少女 十七岁的少女 我是在不同时间写这两篇 那结果就是那个编导 就两个编导 一个长号 一个罗北昂 他们看到这个故事 觉得这个人生的那种 矿位 很唏嘘 而且是从浪漫到 写实很残酷这样 那这条线就没有从吴念珍的故事里找 就直接从我的故事里找一个线下去 把《棉花堂之味》那条线 接到我的观光床里面的 其中一个主角 所以简单讲这个故事是四男四女 八个人 都说了半年八代 大家有听懂 但是听起来是有一点复杂 但是透过这些编导的编排之后 可能大家可以串起来 成为一个可以持续看下去的一个故事 可是我接下来想打个查 这个菲菲小姐是真实的吗 每个人都看到我这边都问 每个人当年看到我写这个的时候 都说小姐我最好奇就是 秦菲菲有没有这个人 我说一半 一半 就是说我真的 有读者写过爱情信给你 有 那种信非常多 可是有一个就是写到他爱情什么 那就是写的非常的凄凉 然后可是文笔非常好 我就跟他一直对话 就是我想写的是一种年轻作家充满了情感 收到读者信的时候都很珍贵 把每个读者信都很宝贝的这样 每封信我都当出编号 不敢丢掉 因为觉得那时候都不是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 就用手写的信 一封一封 我要把它增长起来 搬了好几支家都 都舍不得丢掉 用箱子钻了 好重这样 然后其中有一个读者 就是我讲了 给了我灵感 就说啊 后来假如说被骗呢 那我当时的 以当时以我的那个年龄 已经不太会被骗了 二十多岁 我想是大概是假的 因为我怎么看得觉得太浪漫 很像那个浪漫小说 没错 我相信现在很多听众听到这 突然就觉得小艾老师好浪漫 但是其实小说 它是有很多的灵感而创作而成的 其实也有听众就写信来 询问小艾老师写的一百本书 一定有很多的素材 很多的灵感来源 我们之后在后几集节目 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小说家 他怎么去创作的 好那再回到我们这次要谈的 绿光剧团都会生活剧场第二号作品 寂寞光棍船 他是改编自吴念珍 还有小艾老师的很多篇短篇小说 而组成的 但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好奇 这些短篇小说 为什么会成为改编的一个方向呢 然后因为毕竟 小艾老师跟吴念珍老师 以前在中影曾经共事过 长达八年的时间 而且办公桌就是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这种面对面 似的这种办公环境 长达了八年 那这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厚呢 等一下我们要请小艾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吴念珍跟小艾之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好继续回到21点听台湾 我是宛如 我是小艾 在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听众的来信 就是说到小艾老师跟吴念珍之间的 丰沛的情感 这是如何丰沛呢 常看到这两个年过半百的大事物 都可以在公开场合 彼此调侃对方 到底要什么样深厚的情感 才能够这样子 彼此开玩笑开一辈子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 其实蛮难 因为刚才吐着有一个字叫诋毁 其实不是诋毁 如果真的诋毁 我们俩早就翻脸了 可能是我们的文化的一种 应该这样讲 就是文化 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叫做 彼此亏对方 求进步 就是说我们如果进步 两个人一见面 一直巴结对方 讲好话 那一定是虚假的 就是我上前面讲好话 背后骂你 我们俩正好相反 就是 也许背后会讲对方的好话 他背后有没有讲好话 我不知道 知道我背后不会讲他坏话 但是就算是讲也是好笑 好笑 然后就互相在求对方 求进步 所以我们俩能够一直这样是因为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 从对方身上可以学到东西 而不会说 心情不太好 所以你万一话讲的不太对 就伤到我 那个话语在诋毁 讲坏话跟求的之间 万一踩到地了 一不就 我们俩就翻脸 可是很奇怪 我们俩大概是一直没有过 然后就有一天 他跟我讲说 我们俩关系比老公跟老婆都还好 因为老公跟老婆都还会吵架 为什么我们俩不会吵架呢 你怎么想出原因 后来我们俩白思不解的 想到两个答案 什么 一是两个人都不在乎对方 我根本没有把你看到眼里 所以我根本不想跟你吵架 就我根本不在乎你 这个真的好难过 第二是 正好相反是 不想破坏这段感情 可是两个人又各做各的 好像一个篮球队里面 五个人打篮球 我们两个是属于那种投篮 负责投篮的 所以我接要求我就投我的 他接要求他投他的 两个人各司其职 然后很快乐 然后两个人都投的还不错 就是不会说 嫉妒对方说 教练怎么把球都给你一个人投 都不给我投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是一种 好像各在玩各自的世界里 不会被对方侵犯到 而且还有一个 后来吴念真有回答 第三个原因是 我们没有利益冲突 彼此都是作家 都有出书 难道不会去看 谁的书卖的比较好吗 我们只有一个情况是 比如我们俩都写剧本 参加金马奖比赛 可是我们俩从来没有同台过 就是这一届是他 下一届是我们俩没有同时 竞争在某一个项目里 他说我们 而且我们俩在中影上班的时候 我们角色不同 我是比较属于行政 我是负责去跟公司开会 讨论题材 然后我负责行政 然后当然我负责一部分剧本 可是大部分剧本是文念真在写 所以我们俩不会因为写剧本这件事情 有所冲突说 你写的比较好 我写的比较好 或者这机会给你 我就没有 因为我们公司 我是他的主管 所以我是我在分配剧本 就是念真理写这个 那我大部分都给他写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发挥 我们俩之间不会冲突的原因 第四个理由是 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是 就利用我们在八年在中影的时间 刚刚把他电影做起来 我们俩都不要当导演 刚刚有讲到说 如果有利益冲突就是 我们俩都想当导演 我们就自己弄自己的剧本 然后自己看谁比较厉害 我们在进中影之前 我们的位置 边省 听起来是边省 都是导演 在我们俩进中影之前 我们前面的 我们同样的人做位置 都是导演 没有兴趣培养别人 因为他希望自己当导演 这样你大概就稍微懂 就是只想自己当导演 希望自己站在舞台上 被别人看见 他不会想把机会给别人 那我们俩刚好扮演幕后 我们得一直找导演来 比如说 后来我们就真的 也因为这个关系 找到很多导演 侯孝贤 杨德昌 柯一正 万人 等等 如果我们俩急着想自己当导演 不去想这个共体时间 去挖掘 比我们更适合当导演的人的话 这个机会就没有发生 是 可是这样子 要多巧妙的一个结合 跟互动的一个接触 才能够出现这两个人 所以我们来 事后我们都还分析说 我们到底为什么 没有吵过一天这样 从来没吵过一次 就是心情有点不愉快 都是自己不愉快 也不会打嘴巴出气 就自己把它排解掉 我们八年中 他有过很多事 文年生心情很不好 车子开到门口 车子开到公司门口 就突然掉头 开到一个港口去钓鱼 不跟我讲 他也不是生我的气 就是八年 八年发生过很多那种 起起伏伏的委屈 或者是沉闷 苦闷 当然有 可是我们俩好像都可以 把它排掉 是因为 有个共同很大的目标 是觉得这机会好难得 我们两个年轻人被老板看中 找进来 可以企划电影 可以拍电影 而且一旦拍了 就可以制作到上电影院 比很多人都幸运 在台湾 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公司的话 你从写剧本 找导演 找钱 找人要帮你拍电影 最后还找到戏院帮你上 是很难的 正好中影那个时候 是一个像托拉斯一般的 一个大公司 什么都有 十几家戏院 冲影场 片场 所以在源头上 开启了一个动作 就是好像一个扭 开关开起来了 老板同意你们拍电影了 后面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我们就只负责前面 写剧本 找导演 后面就一录到商片 我觉得也是很巧妙的时代 对 你感觉到是 那个时代的革命情感 就这样培养起来了 对 不过我看到 一直撒眼里面 有一段是说 階老师因为出了非常多本书 每一次出一本 就会赶快拿去送给好朋友 吴念真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他就用极尽讽刺的方式来说 这一段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小老师 你这样送书 最后都不送给吴念真老师 直接送给他儿子 他讲这一段 其实是离开中营 他的记忆有点错乱 是我在中营 反而没有写作 我们俩在面对面 天天都在写剧本 他有时间写作 反而是离开中营 我们俩曾经在离开中营后 还合开过公司 你就知道我们感情多好 我们合开过一家 五月有限公司 还有一个科医生导演 我们三个人合伙 开了一家公司 干什么呢 就制作广告跟电视剧 做了两三年 后来觉得蛮吃力的 拍广告 拍电视 还不是我们当时的心情 所以我们曾经还合伙过 后来我留在家里面 他选择了继续想当导演 后来他就真的 当了两部电影导演 太平天国跟豆沙 我就没有选择导演之路 我就回到家里写作 学了66本书 所以这个66本书的过程里面 我们小孩子逐渐长大 他有个儿子 跟我儿子 跟我女儿一样大 所以我就每次写一本书 就寄给他儿子 他儿子小学三四年级开始 可以有能力看他懂 我写那个亲子书 他每收到一本 我就写作 吴定谦 他儿子叫吴定谦 我说吴定谦 先生亲子证 他每次看完 就会跟他爸爸留个条纸 就是吴定谦一直漏我这一段 我就把他讲错了 书里面没有的 没今天再讲 他漏了一段 是他儿子跟他写封信说 每次收到我一封信 他儿子就 他儿子傻傻的 因为小学嘛 也不知道爸爸在干什么 就觉得爸爸都没有写书 不像小爷伯伯 他叫我小爷伯伯 小爷伯伯都那么勤快 一直写书 他就会留个字条 说爸爸你要加油了 爸爸看到好气 说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写书 这件事 我天天在拍广告 拍电影很辛苦 养家 你竟然那么崇拜小爷伯伯 这对他来讲 简直是不可忍耐的 所以到现在还一直要讲我 绩效 我说 他收我书 我就把他丢掉送给别人 其实没有了 他讲的是有点夸张 是可能有一次在办公室里 我送他一本书 有记者进来说 这个书什么 我说那送给你 可是吴念珍的儿子 反而很崇拜小爷老师 然后在写书这一块 我觉得每个人都崇拜别人爸爸 这个蛮正常的 后来他大概看到爸爸之意 爸爸从2000年开始 他是从2000年开始 真的开始做绿光的人间条件 开始真的越来越 他的作品越来越累积一些能量 跟还有很多听众 观众 读者这样 那他开始蛮崇拜爸爸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常 他只是写出这件事情 非常气我 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说 每个孩子好像都崇拜别人的爸爸 就像我们一开始在一月份节目里面 有谈到一小段 就是小阳老师的儿子 一开始也不知道 他爸爸曾经碰过电影 对对太早 太早 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 对对 模模糊 不知道我在干嘛 对 所以这样子回过头来看呢 这些人的爸爸 其实都很了不起 曾经在这个台湾 扮演一些重要的 一个转类点的一些角色 那再来是说 像吴念珍 他其实在过去也曾经调侃过 就是说 老师您写 勇之声的时候 22岁 他22岁那一年 去当兵 在金门当了三年的兵 对 好像两个人 同样的22岁 可是两个人在做不同的事情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俩都是战后出生的那种小孩 战后对很多 全世界都一样 战后都是很衰败 第二次世界上打完了 民生凋庇 战争结束 我们就属于那一代 就是父母亲生很多孩子 因为那时候需要人口 而且不懂得节育 所以生了很多孩子 所以都非常穷苦 那他的穷苦是来自 爸爸是一个矿工 所以爸爸跟他之间的对应方式 跟我爸爸完全不同 他爸爸很少语言 他天天就看到爸爸去矿工 矿坑工作 脸黑黑的出来 每天只要活着出来 就觉得又是一天 然后晚上就去喝喝酒 我爸爸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外省 公务员 纪律很严 然后对孩子期待非常高 跟他爸爸完全相反 他实际上讲说 我们两个爸爸都很严格 可是严格的方式不同 一个是没有语言就是要求 我爸爸是很多语言 就是语言多到 他爸爸一辈子跟他讲十句话 我爸爸一天跟我讲一百句话 这是我们的差别 所以我们俩蛮好笑 其实是来自一个不同背景的人 可是整个大时代的压抑跟贫穷 是一样的 所以蛮了解对方 很穷很穷的那个成长中 对自己的期待 还有自我压抑 然后我们俩很妙就是 我们俩真的还同台在小学 小学五年纪的时候 参加同一个作文比赛 全国作文比赛 我们是当讲的故事 他说我记错 他说你记错名字了 当时题目不是什么 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哪一个重要 是题目叫做钱 我说真的吗 他说钱 他说我们俩同时写过这个题目 是因为我读到你的日记 我小学日记五年纪 有一天读到 是因为他要把我拿去当道具 拍电影的道具 他跟我拿到我的道具 就在一个黄昏 很快把我日记看完 说小语好巧 你竟然代表你们需要参加 全国作文比赛叫做钱 我也比过那一次 因为他跟我差不多一岁 所以我们俩其实应该讲同一届 小学同一届 初中同一届 后来他因为初中完之后 他家里没有钱继续读高中 他来台北打工 所以他故事里时常会出现那种 从瑞芳一对男女 年轻人到台北打工 谈恋爱 叫做恋恋风尘 他故事里很多这种 瑞芳矿坑的孩子到台北工作 很聪明 可是没办法升学 去把老板娘洗衣服 送便当做出工 吴天真经历的经历 跟我不太一样 我是算是很平顺的 一直升到大学 然后中间打工都没有下降 真的需要赚钱打工 学业停下来去打工 所以他比我晚 等到我在中央电影公司上班的时候 他竟然还是学生 所以他一直讲说 他1976年写作的时候 我已经出了两三本书了 我们是这样的关系 然后到中影的时候 他比我先去 他才是大学夜间部的学生 对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成家了 我已经在国外念完 没有念完是回来 可是年龄上只差不到一岁 可是他的心情是 我还是学生 所以书里面 一直撒野也描述了一段是说 小小是离开中影 可是吴念真他却可以很洒脱的去决定他的未来 应该回到个性 他先说他要离开 那我们俩的工作是绑在一起 我们俩就一搭一搭绑在一起工作 他说我是他的主管 所以他跟我递辞辰 他说夏宜我要走了 因为我做了八九年 他比我早进去 他说我该走了也没什么理由 就是做了差不多了 电影也拍差不多 我可以回到家里继续写剧本 我不想再待在一家公司天天上班 还有公司的气氛也不好 那我所有他的辞辰以后 我就说你真的要走 他说二话不讲 但我提辞辰那个就是要走了 你不用留我 我已经想好了 那我说那我本来也想走 我就批一个说同意 另外我也提一个辞辰 我们是这样走的 只要老婆非常不谅解 我说他辞职以后回家干什么 他对未来非常茫然 我们那时候三十七岁 对未来也不晓得要干嘛 你走了干嘛 才三十七岁 电影就做完了 下一步要干嘛 我们俩原来学会计 我学生物 难道我们各自回到自己本行吗 我去当生物老师 他去当会计吗 都不对啊 所以他老婆说 小野你干嘛同意他辞职 他回到家里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没办法 我们先走一步算一步 就是先离开一个 觉得不对的地方 下一步还有很多可能 后来我们就真的成立公司 到了2000年 他开始做戏剧 舞台剧越做越好 我2000年开始回到电视台上班 所以完全不同的发展 但是在不同的发展中 时常会被一些记者问说 你的朋友现在干什么 你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我们在中影八年 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是 我们俩名字永远黏在一起 在新闻上 因为我们在中影 每天拍电影 每天拍电影 所以天天有记者跑中影 每次都写我跟他的新闻 因为我们俩是属于发动 发动者 就是每次要拍什么电影 我们是最早知道 因为是我们在做 所以新闻里永远会写 小野无念真在干嘛 小野无念真什么什么 然后就后来我遇到 比如我小十岁的年轻人 讲了个笑话说 他小时候一直看到 那个新闻上出现 小野无念真 以为是同一个人 他以为是小野逗点 无念真同一个人 只是这个人名字特别长 对 好奇怪 什么有关叫小野无念真 是不是日本人 他说他小时候一直很纳闷 你就知道我们俩 以前是被绑在一起 到甚至于被误认 有人看到无念真以为他是小野 后来想为什么 因为小野好像看起来比较斯文 所以他名字应该叫无念真 那无念真看起来比较粗野 所以他应该叫小野 所以我们俩有段时间被他认错 我们俩都假装被认错就算了 好玩在于当年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做同一件事 然后媒体一直在同步讲 讲小野无念真 今天干嘛 所以大概是 我们的关系就是在外在 人家看我们说是粘在一起 事实上你从某个角度看 两个人背景完全不同 所以一直有人觉得这好有趣 讲台湾的历史跟台湾的社会 这两个年轻人是 完全不同的背景的人 为什么会变成好朋友 事实上用我们两个作为解释 后来觉得大概是性格非常接近 性格上就是说 某种性格 就是好像也对未来有种梦想 那种想象的那种个性很像 是两个人的另外一半 你们的太太怎么去看这件事 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们俩个性刚才讲很像 可是回到家里两个不一样 我是很爱讲话 所以我就把办公室的 大大小的告诉老婆 她是回到家里闷的不讲话 所以她老婆实上打电话给我说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回来心情很坏 我说今天因为在办公室跟她吵架 所以她老婆很好笑是打电话到我家来 问我说吴念珍今天怎么了 那我都会讲 然后我老婆说 你不要再讲 讲到我会想吐 你一直在讲这个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在抱怨谁 什么 你休息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有点急切的个性 那吴念珍比较性很极 可他就都不讲 就不言不语的回到家里 所以两边的那个家庭气氛是不同的 所以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今天我们请小叶老师稍微透露一点 他跟吴念珍之间的互动关系 那当然也是接下来呢 绿光剧团会有一系列的演出 在3月31号开始 但是不知道这是好消息 还是不好的消息 这个票3月31号的已经卖完了 你买不到了 那再来就是4月份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寂寞光棍船》 小叶老师跟吴念珍老师 两个人的作品 这个合体版 看看会是什么样的 很有趣 从来没过对不对 对好 我们下礼拜再聊咯 拜拜